最重的在這裡向大家表示遺憾及歉意 宋一鳴四號開記者會道歉 卻不接受任何提問 受到前教友和輿論抨擊之下 宋一鳴沉默八天後發四千字長文 首度回應小甜甜私生活有狀況的始末 他表示當初要保護小甜甜夫妻訴訟官司 才特別用私這個字 表示私下生活 但被外界解讀成私生活不檢點 強調這並非原因 我今天在這裡證明了一件事情 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因為信仰小甜甜兩年前加入宋一鳴的一光教會 卻被退出教會信息又換角 還被標罵將近四十分鐘 對此宋一鳴還原經過 當時是特別提醒他 若對自己不好的話題一定要盡量小心 畢竟這是一部福音戲劇 否認標罵說小甜甜的事後 還合教友又說有笑 宋一鳴還偷漏小甜甜堅持提高他的先生 還要教友幫忙聯合欺騙 無法接受才忍痛將他換角 對此小甜甜也透過經濟炎發聲 感謝大家的關心 事件發展至今有太多謠言 再次重申起頭並非他挑起的 小甜甜的宋一鳴的共同友人不便多做說明 傳出宋一鳴將辭去牧師工作 不排除解散一起發光教會 對此經濟人否認謠言 深陷風波的白家綺則說心情上已經平復 也開始工作 希望大家平靜下來迎接新年 體驗新聞 張豪文章 啟雲SV小組 台北報導